我国古代的十大酷刑,诸如剥皮、腰斩、车裂等都是血淋淋又残酷的存在。 然而事实上,每个朝代根据自身情况的不同都会在十大酷刑的基础上有所改变,从而衍生出更多刑罚。 比如清朝为了惩治女子不真,就发明了一种叫做蹲锁形的步行。 蹲锁形的刑具十分简单,就是一个小木箱子,兽星人一旦进入箱子后,木箱四周就会被完全封死,而兽星人的头则从箱子侧面正中间的小洞中钻出。 也就是说,兽星人四肢蜷缩在木箱里,无法动弹,只有一个头部露在外面。 这个刑罚的残忍之处在于,兽星人在小木箱中根本没办法活动,只能永远保持一个姿势。 时间一长,血液无法循环,不仅四肢会僵硬,身上也会布满淤血。 而且木箱是封闭的,兽星人的吃喝拉撒都得在箱子中解决。 随着时间的流逝,箱中肯定会积累各种惠物,也必然会滋生出虫鹰和细菌。 兽星人的身体也会慢慢溃烂感染,这种刑罚虽然不见血腥场面,但却会将人折磨得生不如死。 蹲锁形因为不需要人为实行,在清朝的蒙古地区非常盛行。 由于当地人口稀少,又主要以游牧为生,使用蹲锁形能够节约人力物力,对于当时的官府来说是很方便的刑罚。 1908年,慈禧因心脏衰竭而死,不过在慈禧下葬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非常诡异的事。 有人猜测,这也许就是慈禧对大清命述将近的预示。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头条号探秘历史原创视频,在下方菜单栏精彩回顾中即可观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